国防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助理教授张宇田少校 除了在公共卫生领域专研各项研究及教学课程 且在去年通过首届公卫师国考 同时推动校园营火虫富裕工作 期盼未来能够借由推广生态环境保育行动 以潜移默化方式 让学生学习尊重生命 进而成为一位具有医责之心的专业人员 我周边有蛮多亲友其实是国防医学院的校友 他们也推荐说国防医学院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其实我们家大部分都是念医学相关的 那我对这一块也很有兴趣 那因此呢就加入了国防医学院这个大家庭 公共卫生它涵盖的领域非常的多 不只是传染病对不对 然后还有营养环境职业这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从事公共卫生 它必须是站在更广的一个角度 然后去做整合跟统合 所以它站在的就不会是单一只有 针对某一个专业来精深 那会变成说不止精深之外 它必须要能够了解各个领域相关的一些知识 然后怎么去做一些政策的介入 让民众能够更健康 甚至怎么去整合这些资源 让整个国家的公共卫生能够同步的提升 然后减少像这些疾病的发生 那我觉得这是公共卫生应该要做的事情 平时就注重生态维护的张雨天 推动了萤火虫富裕的工作 让萤火虫在校园里翩翩飞舞 其中也规划了许多课程与活动 除了校友以外 一般民众也可以一同参加 希望可以透过这些体验 让大家更重视生态保育的重要性 那时候我在教务处任职 有一次我下班就看到萤火虫 那我说大家都这么封萤火虫 常常要跑很远去内湾看啊 去花莲看 那我们在这么特别的一个都市环境 就有这样的一个美景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校园内也不做 那我就跟那时候一个高处长提议 那处长也非常支持 他觉得说对 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亮点 所以才发起了这个萤火虫富裕的计划 其实萤火虫富裕一路上 比较困难的是在人员照顾 其实你想想看 一个0.45公尺的人工湿地 它的维护是非常耗人力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从四个人开始 那时候从四个人开始 整理一个六个篮球场的大小 我们其实那时候就有一种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可是其实靠着这些忠实的志工 一直支持着 觉得我们是在折散固执做对的事 所以我们一直坚持下去 到慢慢的慢慢的累积了四年 那好不容易 我们累积了十几个忠实的干部 那大家一起分担 一起规划这样的一个计划 张宇田回乡草创初期 是非常辛苦的 但越来越多人加入志工团队 共同维护城市中的史外桃源 其实我做事我会觉得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对就像我当初在做萤火虫富裕这件事 大家一定会觉得说你一个医学院干嘛做萤火虫富裕 我觉得当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因为它站在的角度 只是站在医学院的角度 可是我觉得我站在的角度 是我站在国家的角度 我站在全球的角度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是一件对的事情 它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困难 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你只要愿意投入 我相信呢就是成功的第一步